小货车载着电动床 来到81岁离癌长者家中 慈激志工搬运组装教导家人使用 照顾老人很辛苦 这样子他就很容易可以把它扶起来 谢谢我们慈激有这种扇局 我相信这是一个对社会一个真相的力量 志工黄慧玲也是癌症病友 能懂得病人的需求 我也刚做完化疗跟电疗 那我觉得我愿意用那种同理心去关怀大德 慈激云林辅聚平台成立两年多 造福云嘉南地区需要的民众 会去一步一步的教他 同时也让访试团队能够进一步的了解 案家的状况以做后续 辅具送完了之后 后续的访试 个案的关怀 上人行脚与云林慈激人温馨座谈 东市环保站因土地寻找不易 二十多年来历经三次搬迁 没地找地 没人找人 做环保坚定不移 大地资源有限 上人期许大家要好好爱护 做环保守护地球 送辅具关怀弱势 让善的力量遍及大地 大爱新闻张桂端 欧阳光辉 蔡仪达 徐永华 嘉义云林综合报导 实际上 为了 芬 移至